我們的鼻子可以選擇紋或不紋 我們的眼睛可以選擇看什麼東西 但我們的耳朵不能關起來 所以這一次我就錯了 如果你對於這個東西真的很煩 或是你真的不喜歡 你還要選擇權 你可以選擇你要聽這個或那個 時差這個作品呢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觀眾進場關戲的方式 與以往的劇場不一樣 每個觀眾戲都有一副耳機 然後還有一個遙控器 那耳機顧名思義就是 整齣戲你在關場中 所有的聲音都從耳機出來 你一樣是看著舞台上發生的事 但是聽覺是從耳機出來 然後為什麼會有一個遙控器呢 就是因為我們有兩個樂池兩個頻道 現場的所有的配音配樂 配演員的聲音台詞 然後配環境音都是從現場來的 但是會有兩個樂史 所以會有兩個頻道 所以你隨時可以切換要聽哪個頻道 以演員的角度來說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 我現在給出去的東西 觀眾他們知道的是什麼 就是他的表演完全是一個真空的狀態 他沒有辦法發聲 但他也聽不到他所發出的聲音 譬如說他敲了這個東西 可是根本就沒有這個扶手 然後別人會幫他配敲的聲音 他不知道他敲到了沒 然後他有時候會講話會對話 也都是別人幫他配的 然後他沒有實體 沒有畫面 也沒有聲音 他是完全一個真空的表演 很難我覺得很難 很像那個宇宙啦 一個人在不太空一樣的感覺